看武汉这十年走进城区看变化 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江夏区五里界街道 小珠湾 同州岭村小珠湾 坐落于武汉市江夏区五里界 美丽的粮子湖畔 离武汉市区仅20公里 湾内建筑布局错落 古树花卉满象 碧水修筑环保 2014年被纳入 武汉市美丽乡村休闲游项目 使小珠湾一跃成为 市民眼中的世外桃源 一个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地方 看着眼前的美景 很多人都不会想到 十年前 这里还是一个 寂寂无名的落后村湾 村荣环境破破烂烂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大潮 小珠湾也迎来了春天 在各级政府关心支持指导下 小珠湾开始提挡升级 村荣村茂 着力发展美丽乡村 休闲游 十年时间 我们的小珠湾完成它的蜕变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珠湾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那么我相信我们的小珠湾人 不会躺在这一个金字招牌上 睡懒觉的 他们会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前行 让我们的小珠湾 放发出更亮丽的色彩 下一步的还是要紧紧围绕我们 青青两组湖 花香无力借来做文章 按照区域的要求 我们必须要高标准来规划 高规格来建设 做到进门是五星级 推开门 那么是我们的五千年 我们一起共谋 共建 来共寡 家门口就业 家门口致富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家门口信服 乡村振兴让小珠湾发生了叠变 而制造业的转型升级 则有力推动了江夏区跨越式发展 这里是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车身车间 在这个车间里 在焊接工位上 基本上看不到一名工人 取而代之的是众多的机器人 机械臂挥动 短短的十几秒钟 车身便焊接完毕 十年前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落户江夏区 是上汽通用汽车 第四个生产制造基地 十年间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虚募发展 截至目前 上汽通用武汉分公司 累计生产整车超380万辆 创造产值超3320亿元 目前 江夏正以上汽通用武汉生产基地为核心 打造东车股 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零部件领军企业 布局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夯实汽车及零部件千亿级产业板块 2010年中铁科工集团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在江夏区成立 从成立之初的11个人 两胯车间 三台设备起家 现在已发展到员工400多人 企业年新签合同额 由成立之初的1000万增长至13.5亿元 年营业收入从300万增长至超过10亿 成为中国中铁 中铁工业在华中地区最大的施工装备制造基地 传统的装备制造在不断寻求新突破的同时 中铁科工集团也在寻求新的载道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他们研发的一张新名片 悬挂式单轨交通 通常也叫做空轨 乘坐空轨给我的感受就是 尽管它在空中运行 但是运行非常的平稳 透过独立车窗 我们可以欣赏一路的城市风光 今年8月9号 由中铁科工集团联合江新铁工大学 共同研制的我国首列泳池磁浮空轨列车 新国号成功首发 首次将泳池磁浮技术应用于空轨车辆 十年来江夏区谱写了 经济总量持续跃升 产业加速转型的跨越篇章 地区生产总值跨越六个百亿大关 实现六级跳 2021年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 从传统制造业到先进制造业 江夏区的工业产业正在不断的加速转型 面向未来走向先进高端 如果说装备制造业提升了江夏的经济实力 那么这绿水青山也是江夏的金山银山了 这里是正在建设中的林山生态文化旅游区 大家看到行走在这木栈道之上 一旁是青山绣水 一旁是玉兰 梅花 樱花等等四季景观树 景色宜人 空气清新 让人是心旷神怡 近年来江夏区大力推进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据统计全区共有37座废弃矿山 目前已修复33座 昔日矿山商疤逐渐愈合 重新焕发生机 实现批律生津 林山从遍地乱石的废弃矿坑 摇身一变成为武汉版的道成雅丁 十年间江夏区积极建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努力把绿水青山蕴含的生态产品价值 转化为金山银山 将生态力区作为区域发展的首位战略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 让生态成为江夏高质量发展的最美底色